在对手这两个前提下 我们可不可以自由进出小区 如果说你是密接或次密接的话 你不能 国务院的标准 对于次密接的标准规定是什么 刚才咱们说了两个大前提 我们现在围绕在这两个大前提下聊这个事情 国务院对于次密接的小区或者单元是什么样的要求 请您回答 您说呀 我们就是来想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很了解 我们希望就是说是能这么多人在这 这么多在场的人都在这 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 我们想知道 咱们依法 依国家的最高的相关的规定 所以您看 您现在被围绕这儿 您也想走 那一样我们困在里头 我们也是也想 是一样的心情 我们外面的回不了家 家里的出不去 所以这个事情您看现在这个门怎么说 您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您有没有授权给物业让他锁这个小区 在您这个级别和层面上 在您这个级别和层面上社区层面有没有要求我们小区来锁大门 我们把这个责任先撇清楚 小区的保安告诉我们那个这个 街道上说的 对吧 推给你们了 我们现在来问你们有没有给他们这个授权让他们来锁这个门 如果没有我现在把你放了我只跟他聊他凭什么他违法他锁我的自由 我只跟他聊我就把您放了 您现在回答有没有授权过这个事情 让他来锁这个小区的门 我们就跟他理论 对如果您说我没有给他这个授权 对吧我要求你们小区的人要遵守疫情防控规则 对吧 OK 我就过去找他去了 他敢锁我就敢撬 对不对 他把我的自由线主持我跟他的矛盾了 跟您也没关系了 我就找他 现在就请您回答 他们把皮球踢到你这 说是你们这 这一集让他们锁小区门的 咱们一条一条旅顺了 咱们就好找该跟谁聊了 对吧 您就回答您有没有授权 让小区物业 小区保安来去锁这个小区的门 不让我们出行 有没有过这样的授权 小区的门 我没有它锁过 但是要求咱们是要有序进出 绿码能不能出 分控单元的不能出 国务院的规定是什么 您再回答一下 国务院久不准的对 我现在还有一个 刚才一直在问 咱们这么多人 我既然录了 我就从头录 我再问您 国务院久不准 只规定了三个区域 中 高低三个风险区 没有临时封控区这个概念 对吧 那您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的小区到底属于什么区 我们就找对应的标准 我是低风险 我就按照低风险的标准执行 对吧 国务院规定了 我是高风险 我就按照高风险 那您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这个小区 原森紫腾园属于什么 什么级别的一个小区 疫情上属于什么 对不对 我问的目的就是这 要问让人家来答 让主任来答 你是管控风险的 你是管控疫情的 所以 所以 我再多问一句 所有的事情我们要依法 对不对 疫情防控法 国务院的规则 规定 这是两个最高的标准 如果说 在基层执行层面 违反了这两个标准 你们没有依据 去执行 你们是不是违法 当然 我的前提 这是打了个问号 我不是说 肯定您就是违法 对吧 但是小区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作为居民 被某些人给锁起来了 信雇我们的人身自由 这个行为肯定是违法的 对不对 如果并不是您的授权 你没有说 我给小区这个物业授权过 但是他们把球提给你了 我们现在来澄清这件事情 如果跟你没关系 我们就指导他 对吧 他锁门 我就报警 让他把锁子给我拆了 他凭什么违法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两件事情 拆开 拆开了 那我们就现在就是 可以理解 他们的违法行为 已经被解除了 可以这么理解吧 如果被解除 我们现在就遵守 现在的情况 我们就默认 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就可以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进去了 就这个问题 绿码的我们就去创办 我们就去 太好了 现在不是第一码的 你们是该全体 不管你是啥码的 那不行的 你们也是自己全体 我们到底是哪一个区别 所以不让您走 您走啊 转手 屋业再把门一锁 嗯 屋业说是 把逮捕针拉出来 社区的要求 对吧 那还得 还得 所以说现在就跟您 就把您问清楚 社区上 社区上有没有要求 屋业就没有这个 您拿着 我拿着 你拿着 不要逃避回到 对不对 你们这些小学生权的 你们就 对吧 不过说是这个 屋业来锁门 他违法 他把我禁锢住 他违法 我跟他去打官司也行的 还是报警也行的 对不对 但是他现在把球踢到你们那了 所以就需要您澄清一下 你有没有给过社区 你有多点 这样一个授权 说是 你们把门走掉 警察都走 没有 没有 那么就是 您没有授权物业 来来 所有人听清楚 领导说了 领导没有给社区授权锁门 好 所以 所以物业在锁门 就是违法行为 我们所有人 进攻我们自由 我们有权利去 高屋业去报警 好吧 好 我们 我们 好 是有地点 合算点赞 你爸爸我们赶快过去 不是这个 那